各位藏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视频 是介绍最新的景德镇的 这个瓷器工艺品的这个现状 因为在网上这个YouTube平台 有老师介绍 非常专业的介绍 中国的这个古代艺术品如何鉴赏 那么也谈到了这个景德镇的 这个最新的工艺的这个情况 景德镇的这个技术发展的很快 每过两三年 他更新换代 他对于这个市场上 之前的一些工艺品 那么如果说市场接触度不高的话呢 他们就会改进自己的技术 所以呢 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那么这些呢都是工艺品 大家可以放心 没有一件是对的 这些视频呢 是昨天请国内的完成的 专业的朋友从北京 那敢去景德镇去看一下 因为我给国内的这些 搞官窑的这些朋友 共享了海外 一位老师的视频 那么水平非常高 所以他们看了之后呢 也觉得好像有必要去一趟景德镇 所以昨天早上去订的机票 去从北京首都机场 那么最后呢飞机取消 不得不改成火车 坐了12个小时的火车 到了江西九江之后呢 再换火车一个半小时 才到这个景德镇 那么在景德镇呢 并不是说大家想要去看柴窑 就可以看的 去看大家怎么画这个款 就可以看的 这件事情是很保密的 没有人领的是去不了的 那么他在这个 就是这个工艺品的 这一条街上转了一下 给大家拍了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 树叶很惊人 很多很多的店铺 店铺里面呢 几乎清一色的 都是现代的陶瓷的工艺品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些东西呢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冲着 假装这个 中国真的古董去的 这些东西会流到 全世界所有的盘卖行 也包括eBay 包括Katawiki 包括所有的地方 那么 在这个视频里 展示的这些东西呢 并不是说质量非常高 真正质量高的那些房品呢 是不会让人看的 那些房品呢 是给他们 就是圈内的一些人 他们专门做这个事情的 才会带到一些楼上 或者是VIP隐秘的地方 然后拿出最新的 真正高房的东西 拿出来 在店铺里放的这些呢 应该说对于 大家藏有而言呢 是比较常见的 在各种不同的市场 能够看到的 包括在eBay啊 等等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 那么拍这个视频呢 也有些尴尬 其实原则上讲呢 是不能拍的 那么有些店铺呢 就直接就是 告诉我的朋友 就是您不能拍这个视频 那么他尽量的啊 就是拍一些 给大家看一看 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中国今天的这个瓷器工艺品啊 防鼓啊 覆盖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层面 基本上从视频中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包括康熙的 雍正的 乾隆的 所有高路份的官窑瓷器啊 他基本上各个不同的领域 都涵盖了 那么像现在的 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明显 就是访 访康熙时期的 那么可能背后应该是 大明成化年制吧 等等 各种各样的 不同年代的 他访官窑 他也访民窑 他什么都访 而且最经典的是 他居然连外销瓷器 他都访 外销瓷器那些 其实我们 国内对外销瓷器 理解其实是不是很深的 但是呢 只要能卖出钱来 那么他们就访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一些瓷板 他们也有 像这视频中 这些是又里红 包括是景德镇 访龙泉 那么很多路份很高 这些东西呢 具体要看呢 需要上手 从大家看到 这些瓶子 这些瓶子就经常 在欧洲的拍摄行里 出现的这些瓶子 那么 这个底呢 包括这个瓶子 大清 道光年制 做的都还不错 那么这种 这种东西 今天做的目的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用来 当古董卖 这是今天的一个 客观的现状 大家可能觉得 这个不是很好 但是要知道 这个 其实整个景德镇 今天基本上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景德镇 做的非常的火 一些 一些高仿的东西的价格 卖的非常的高 不光是 在这个店铺里卖 如果大家了解 国内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现状的话 就一线的博物馆 像南京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 天津博物馆等等 国家级的一线博物馆 那么在大家逛完这个博物馆之后 出来呢 都有礼品商店 那么礼品商店里卖的也是这些东西 无非就是大家刚刚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高路份的官窑 那么他们呢 就是卖这个房品 但作为纪念品 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对的 但那个价格呢 是确实是很惊人 在这些地方呢 原则上讲是散卖 也批发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康熙的棒锤屏 各种各样的这种 其实康熙的东西呢 今天荷兰比例时呢 很多 还是有很多真的不断在出来 但是中间这个假货的这个比例啊 也已经是越来越高了 那么这些贩卖行呢 他们有的时候呢 就他们也知道 他们当然知道这东西是不对的 因为他们看这个东西也已经看了几十年了 那么他们可能就会写 这就是一个瓶子 他不写年份 或者呢 他写年份 他旁边写一个问号 就他表示他不确定 那么 很多藏友呢 对于圈内的比较熟悉的藏友呢 去买的时候呢 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如果不对 它的价格就应该是零 如果这个东西对 这个价格就是很高 并不是这个零和一的游戏 因为它是一个瓷器 它确实是一个瓷器 今天的这个锦德镇的工匠 去做这么一个物品啊 也是很花时间 很花精力的 今天的人工费用也很高 所以呢 有很多这些物品呢 大家去看的时候呢 它就作为一个瓶子卖 那么如果说这个攀佩行 就直接写二十世纪 二十一世纪 写那么一个瓶子呢 这也没什么 这也没什么问题 那么如果大家比如说是写 就写康熙时期 雍正时期 乾隆时期呢 那么呢 就是 这是属于是不太好的情况 那么有的时候呢 这个攀佩行呢 也可能 比如说他打野了 他没有 他自己确实看不出来 有可能 有一些 街区的一些杂拍 那些杂拍 原则上讲是卖这个 街区周边老百姓家里的 随便什么东西 都可以拿出来卖 那么他们确实对这个瓷器的方面 尤其是 不是外销啊 内销的瓷器方面呢 不太了解 你看这盘子做的多好 这盘子 这个景德正的这个工艺啊 如果两三年不去的话 还真不行 有很多这种 新的技术啊 这些瓷板 这些瓷板做的真不错 这些东西的路份都很高 大家看见了吧 外销词 外销词 假的外销词 像这种东西都已经做得相当好了 这些外销词在过去是 就是 没有人访他 但是现在景德正也开始做 而且做的水准越来越高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 都是不错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市场上出现几万件这样的东西 每周出来的时候 大家去看的时候呢 可能也就是花几个小时时间 就全部都浏览一遍了 绝大部分的东西是没有意思不看的 但有个别东西呢 就是上手看了 觉得还不错 那么呢 可能就要拍卖行 就是要具体的照片 或者拍具体视频 那么如果是高访的话呢 那么只能靠就是 询问这个收藏记录 那么如果 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个 确实海外收藏 他就没有记录 他没有记录的话呢 这个时候就靠大家本事了 那么 如何鉴定呢 这件事情呢 如果靠着自己一些原始过去的经验 可能就 不行了 需要景德正最新的这个 就是资讯 可能每年或者每半年 就要去景德正去看一下 他的这个 这个碗呢 个人看是 看新 这个没有什么 就是相对而言 新的这个状态很明显 这应该是 包括佛像等等 各种 什么都有 他这一条街上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店铺 那这个店铺里呢 有 都是 就是挤满了瓷器 那么 大家到这边来批发 这个样子 所以今天的这个欧洲拍卖行 原则上讲 他们对于这个 中国的这个 这个假的这个瓷器 所持的态度呢 也很尴尬 因为第一呢 大家也知道 如果这些拍卖行 拍欧洲自己的艺术品的话呢 成交率也就 百分之二三十 而且价格很低 但是一到 中国艺术品 拍卖 这个成交率 瞬间就可以到 百分之八十 或者百分之一百 甚至有很多东西 它本来就是不对的 大家一眼看就不对的 但是呢 它仍然成交率很高 就算 大家就是 写清楚这个东西 是二十世纪的 仍然会有很多的这个藏有 就是不相信这个西方人的这个 这是访明代的一个佛像 那么 不相信这个外国人的这个眼力 那么他们会觉得 你们是外国人 你们眼力不好 你们不认识啊 这个东西明明我看 就是雍正时期的啊 您写一个二十世纪 哪怕拍卖行写二十世纪 最终成交价可能还是很高 他们认为他们在减漏 但是这种情况呢 也确实是有的 所以这件事情呢 就是大家确实要靠自己的 这个积累啊 这个知识量啊 然后上手去学 上手学呢 我客观上来讲呢 应该是去尽量的不要接触这种 哇 这个碗的这个数量 哇 这太惊人了 这个 这些碗可能是摇指里挖出来的吧 这些 哇 大家看见这下面这个 哇 这太惊人了 如果是摇指里挖出来 可能还真是对的 但是这东西就算对的也不值钱 没有太大意思的 那么这些欧洲的拍卖行呢 就是他们也知道这些东西有可能不对 但是他们毕竟是有冲着钱去嘛 对不对 反正对不对 你们自己看着办 然后呢 不对呢 他们也接受退货 那么那么也就睁一眼 闭一眼也就过去了 那么对于这个 大家要学这个眼力呢 你看这基本上就是仓库啊 这个都是批发的地方 那么对于大家来这个增加自己的眼力呢 我个人建议呢 还是要经常去关注啊 看这个真的东西 不要去看假的东西 看到最后这个眼神呢 会混乱 会混乱掉 但是对于这个行业内的 就是朋友的话呢 有的时候要买入一些高价值的物品的时候 可能是需要 这个知道最新的这个景德镇的 所到的这个水准 否则还真的不太好搞 因为这个 有的时候这个拍卖记录这东西也可以造假 也可以造假 我个人感觉就是看老的东西 其实今年累月之后啊 这个中国所有的这个瓷器啊 翻来覆去覆去翻来的就是这些品种 就是这些东西 到后来是大家就是一眼就可以认出来 就是他 那么 那么 因为YouTube上面这位老师说呢 就是啊 今天新的景德镇的这个烧照工艺 已经可以到挣扎难辨的这个状态了 需要去了解一下最新的技术 所以呢 我就跟那个国内这些专业的搞这个瓷器的人 说就是要不我们去一次 我们去看一下 但是他们也知道 真正高路份假货呢 是看不到的 他们不会不会给您看 包括柴窑啊什么的 根本不会带您去 因为这个里面也没人 对不对 所以也不认识 也无非就是去看一下现在的这个现状 那么他们呢 是一些就是做这个争货的 也就是北京 北京围着紫禁城的这些 他们只玩这个真的东西啊 他们不玩假货 不是国宝旺 也不是那些所谓的就是电视台里的那些专家 然后呢 他们学了这个点诗 沉经的本事之后呢 每天就在那用 点的那些破烂 其实就是这儿的这些工艺品啊 就把它说成是真的 然后呢 在直播啊 在各种啊 就是然后就卖给就是很多相信他们的这些客户 所以这是一件挺糟糕的件事情 但是呢 这一行呢 就像我说的 行内不打假 互相还羡慕 所以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 那么 但客观情况下 国内的这个现状呢 就是这样 在北京啊 像保利啊 加德等等这些拍卖行 争获基本上都是对的 的原因是什么呢 世界上排名前15的拍卖行啊 到今天 您看这些碗的这个路份都很高啊 都很高啊 但是 但是没有具体细看 所以看不出来啊 这个当然是不对的 这个是很明显 一言假了 可能这些东西拿起来看呢 具体看的可能还是一言假 这种档次的东西呢 就是放在这个店铺里 大家看 好东西 他们肯定是不会随便的 高仿的东西 肯定是不会随便的 就是放在外面的 那么这些这个 就是玩真的东西的这些人呢 他们呢 就真的是到海外的 苏福比加士德 去拍那个头牌 去举那个最贵最贵的那东西 而且呢 不光是这个东西啊 就是自己看不出任何漏洞 而且还必须是 这个传承有序 因为只有这样的东西呢 才有可能 大家才敢放心的去拍 也就是说 一个东西 不光是苏福比出来一次 他可能之前 还有加士德 之前什么时候拍过一次 70年代啊 邦汉斯啊 或什么 再拍过一次等等 就这样传承有序的物品 那么他们去拿这种东西 那么如果拍的便宜的话呢 简陋了 那么拿来呢 就是所谓的简陋 也无非就是没有藏家进来 都是行内的人啊 大家出的价不会很混乱 哇这些东西的 至少看起来就路份都很好啊 看起来还不错 那么他们呢 这个东西拿来呢 就送保利啊 加德这种拍卖行 然后呢 就拍 那么一般而言啊 也有可能拍赔掉 这是很正常 大家那个 送拍卖行呢 就是 都是赌博行为 对吧 有很多呢 除非是路份特别高的东西 一般的东西呢 都是无底价拍卖 那么无底价拍卖呢 您说要一定都对呢 也不一定 因为 也没有一个专家敢打保票 说我的本事就是 所有的东西我都看得了 不可能 很多新的东西出来呢 新的技术出来呢 确实会打烟 但是呢 只要出来一个新的东西 它能卖得掉 马上会成P的出 很多这种类似的东西